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这个状况就是他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一个回应 他就说尊重司法侦办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驻地记者去访问他 就是他就只有这样简单一讲 好像记者也没有再度追问 那所以大家在讲说 奇怪为什么不问清楚讲明白呢 所以很多的网友们就在讲说 你爸去哪了呀 令尊去哪了呀 什么时候要道案说明 可是为什么媒体不敢问呢 是不是真的像是这个传言一般 地方人士讲说在台南讲邻家要很小心 连媒体的报道你看看自由时报 甚至是联合报 大家都还要把这个马赛克给打上 就是是不是提到邻家的事情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要特别小心吗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邻世杰他没有道案 真的为什么会消息这么的灵通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一回是兵分了26路 出动了122人 这个南检黑金组 甚至还有这个台南市警局 台南宪兵队 这么大阵仗的这样子去搜索 为什么没有办法 就是搜索到他呢 他还可以这样子离四跑路 是不是有内鬼 所以大家都在质疑说 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 才可以让他先收到消息 所以先离开 所以让这个122人都铺了个空呢 所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国民党萧景田也是同样 涉及会选 但是他后来是翻墙落跑 那我们来对比说 两个人涉案的这些金额 以及这个被搜索之后 现在是多少钱来交保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当初这个萧景田 他说投零信额 大概每票是6000到1万 那可是呢 对比这边选一涨的话 哇 买票一元 投自己1000万 投邱丽丽是2000万 而且搜索的反应呢 林世杰是早早就消失了 那萧景田还是听到消息之后 翻墙跑掉 最后是800万元交保 所以对比起来 人家觉得说 好像这个比例原则 好像不太符合 为什么 这边是6000 还1万有找的这种状况下 对比这个动辄是1000万 2000万的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说 这个邱莉莉的后续消息 据说现在目前已经失联 但是也有人讲说 手机被剪掉查扣了 所以他们现在服务处的人员 也联系不上他 交保之后几天都没有看到他在议会里面现身 所以现在目前后续状况不明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回呢 就是真的被查出有这个800元 在这一个保冷袋里头的这一位 杨志强他最后是无保请回 还对着镜头开心的比赞 800万元交保 他最后还比赞 他就讲说 这个800万是买地的握旋金 那他放保冷袋是因为 这个放银行的袋子比较不安全 所以人家在想说 这是在串政吗 刚出法庭就在串政 所以看起来 现在这个台南真的是黑影床床 所以我们看看 人家在讲铁三角 威胁利诱之下 现在是不是吓得这些议员 就觉得这个有黑的势力笼罩之下 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报道讲到的铁三角 邱莉莉 郭再卿 林世杰 邱莉莉她这个议长的权限 护航开发 然后郭再卿 她现在是这个光电 炉渣的这些相关的纠纷 还汇权了金主 那林世杰是地方角头威胁收贿 可是这个铁三角 跟这个中央铁三角 能说没有关联吗 因为其实邱莉莉 一直以来好像跟赖清德 就是算是赖系的人马 然后他跟这个英系 其实也非常的友好 那我们再讲到说 这个郭再卿跟林世杰 其实也都属于英系 然后黄伟哲呢 他也是任用林世杰 而且也这样子 力劝这个林依廷出来 选这个市议员 所以双方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 非常这个 应该是说 非常熟悉 用词要小心 再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民进党的 台南政府议长社会选 那总统府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现在目前只有听到 这个张敦涵的讲法 就是说 尊重检调 那一定要彻查到底 误网误众 人家想说 真的是一本正经讲插话 那不然又怎样呢 不尊重检调 不尊重司法吗 误网误众这话 都感觉就是一个场面话 好像跟这件事情无关 人家想到说 为什么蔡英文一直以来 不论是对于林世杰的论文 清普寨事件 或者是疫情 疫苗这些事情 都是处于一种 好像跟我无关 我不愿意亲自做回应 也不要做任何的 这种关联性的连接 那个要么去找内政部 要么去找行政院 然后要不然就是 林世杰论文 就是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就是他都不愿意表态 做一些相对应的回应 当初也是你挺林世杰 然后这些事情 你难道不该做回应吗 所以其实人家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 蔡英文有责任 赖清德有没有责任呢 赖清德你自己的人马 邱莉莉 他这样子现在 陷入到这样子一个汇权遗语 人家就讲说 那你赖清德是不是更应该 像当初你对于李全教 你不是恨到说 两百三十四天 都不进议会 可是对于邱莉莉 你是不是应该要 十倍的深恶痛绝 觉得该关就关呢 是不是也要同样的一个姿态 同样的一个标准呢 那黄伟哲难道没你的事吗 黄伟哲都没有人 想要道歉一下吗 这些事情 你身为市长你会不知道吗 你只是讲说 长明真相已招公信 可是呢 那陈凯玲的涉探 你到现在也都讲说 配合争扮 不应该道歉一下吗 这些人的任用 难道黄伟哲没有责任吗 这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龙介先生 怎么看这样的台南 清德兄234天没有到议会 那是因为说李全叫会选 最后判出来是会选未遂 对 会选未遂 那依照这个标准 黄伟哲你应该效法赖清德 不再进入议会 等到水落石出 查办清楚 对不对 如果会选未遂就这样 那现在基本上 是超过那个程度 你就想说台南市 黑金枪官商 全部绑在一起 几成何时 最近这三个月来 所有的头版的台南市新闻 都是这种官商 黑金枪 那你说议员怎么不会怕呢 那过程 宅先生你想想看 院侠市的议长 能够瞧院侠市的议长 搞得那么简单 你不记得当年 在高雄就是五年民就败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 检掉办案的功力 我有时候会体调他 就是说你办得太快 有时候就把你升官 升到金门去当主任检察官 你案件就要交出来 所以当启动的时候 昨天还有人就觉得说 应该这是办假的 不会什么 升押也不会成功 因为检掉是之前就有信息 我也在节目上说过 他来问我消息 我也说你要带消息来换 大家交流一下 对不对 你们大概有听到什么 我可以帮你证实 那我有听到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要去查 陈凯玲那个案子 我是四月就举发了 黄伟哲你怎么会没有关系 我当着你的面问你的 而且我放了录音带 你还说听起来好像有问题 对不对 到了六月 我还没出手 我还在执行 他先告我 恶人先告状 我收到的呈请是有六个案 所以我就整理四个案 隔一个礼拜我就告他 那我们看到升押的时候 检方的用词 你去看我告发状就知道了 所以黄伟哲怎么会跟你没有关系 好 那你什么都推 他推说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会选你会不知道 在那栋光电大楼 陈凯玲也住那里 郭寨清也住那里 邱莉莉也住那里 你几次去找他 打扫的欧巴桑看到你几次 里面的住户某某人看到你几次 常常去 人都会跟我说 那个人 我讲出来你们也有很多人认识 可是我们不能说 对不对 你常常去找他们就说 那你都说你没有关系 再来推得更离谱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说老人健保六都只有台南市没有 他竟然推说 是赖清德叫他不要做 你要给老庆德还要死 他是这么讲 在公开访问的时候 再来 如渣起诉的时候 也是选后才起诉 12月起诉 他说那是赖清德任内埋的 他请到了 你要不要出来讲清楚 到底谁是黑金 那会是只是这四年而造成的吗 那确实在这四年累积的相当快 没有那个光电的大饼 这些议员是刚出来上班的吗 你叫我投给谁 我就投给谁 你有那个实力人潮 议员会看 对不对 而且还要跑票 违反党纪 恐怕政治生命都会被摧毁 所以这整个勾结在一起 那 林世杰没有出来道案 所以你说大家会怕 林理事长 他们说大家说到你的怕 其实龙主肥头筋不翻 他是更生人而已 那你不能说更生人都有问题 你他说不对 他说民进党 全民进党议员 不是 他是代表民进党选议员 选不对 他是民进党的地方的主委 不是议员 现在他们十五孩董选议员 是这样 所以这 黄伟泽 你不能再说你不知道 黑官商黑金枪 就是因为光电这块大笔 才会造成今天议长选举 会这么乱 好 接着请教俊一哥 当然 这龙丐兄他讲的 有他自己的一些讯息来源 地方大概 对这个事情的议论 我说议论 这个说实在 当事人差不多 跟这个有关的 都米才不知道外面 所以你也很难 真的连检方警方都找不到 这个可能最核心那些相关的人 更何况其他的人 所以地方的议论 事实上很简单 认为这件事情是大条 我们不是说这个政治上的立场问题 各个这种不同的 投票取向的朋友 投国民党 投民进党 投这个或是不投的 或是对这个政治非常热衷的 都一样 认为这个事情很大条 那当然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很担心 担心说连这个司法 可能都会被怀疑 如果说司法被怀疑 这个不是民进党 有机会翻身的这种环境 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不透过司法 给社会一个公信的话 民进党要翻身是很难 为什么会很难 是因为社会上变成信者信 不信者恩不信 这样子就很难 很难去翻盘 政治上去翻盘 所以我乐见司法 赶快把它弄清楚 当然国民党也是希望 我们这个目标是相当一致的 就是说让司法 去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司法会不会把它弄清楚 我目前判断 我的判断 这个也没有什么内线或不内线 他如果要收 已经收押这个郭债金 大概要弄清楚 已经不难了 离这个弄清楚的距离 已经非常近了 所以大家有一点耐性 好好等待 因为我们事实上现在 所谈的 我这几天 司法在心情非常的烦 当然这个跟我无关 不过我看到 好像是民进党的未来 笼罩着一片乌云 所以这个乌云如果不散 民进党的未来 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一直很焦虑 焦虑什么 焦虑减调是不是有决心要办到底 一开始我也跟你们的这个担心一样 你们担心是说 我这个减调好像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民进党更惨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看到 减调有动作了 这个我就比较放心一点 就是说让检调去把它搞清楚 那后来又看到 刚刚这个主持人在 稍微有一些维持 说总统府只不过就是讲了什么 什么插话 那赖金德 民众说的 OK 就转述 转述 那赖金德是说要不要 这个通通该关的通通关起来 他们两位就总统副总统 都已经表达态度 支持司法 那这样子司法更没有理由说 我还要有所顾忌 司法会不会顾忌 但是那个顾忌 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顾忌 就是在害民进党 所以你就好好去把它处理 那我说离这个破案 离这个事情大白 已经不远了 因为最核心的郭董 已经大概这个检 检方已经充分的掌握了 好 接着请教惠文哥 李俊逸他是 以前民进党的立委 对民进党的感情 那因为我对民进党是没有感情的 我觉得这个司法跟这个 其实俊逸兄讲的 我是不是很认同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这种行政立法跟司法的这种 说总统府罕见的声明 为什么联合报纪罕见 因为总统府是不能声明的 总统府说支持彻查 你是可以不支持 还有轮到你讲支持或不支持 你这张敦涵 你这就能阻挤了 司法在侦办 还要你总统府来讲话 你要讲什么话 跟你总统府什么事情 这是台南政府议长的弊案 跟你总统府有什么关系 总统府是没有立场讲话的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你看这个要选民进党 这个党主席的 请订阅 有证据该关就关 为什么 为什么轮到副总统来讲话 有证据该关就关 什么叫做该关就关 该关就关也是你来评论的 也是副总统 民进党补选的党主席 有证据该关就关 不是有证据该关 但是有罪才要关 怎么有证据就关 你到底懂还是不懂 你不懂 什么叫做证据 就刚才宣讲那800万 800万是证据吗 有在做生理的 说我的保险库 我的金库里面放一个 周转金放一个800万1000万 比比皆是 那是我们没有那个行情 我们没有在做生理 有在就赚的 像之前那个赵振宇那个立委 有没有那个收购案那个 他被家里被收出来 法官直接判无罪 为什么 我就在做土地的 我去做部落客的 我放了个几百万在家里 你少见多怪 那800万你能证明 他是会选的金额吗 你怎么证明 你又没有人赃聚会 你说这8800万 所以他出来 无保险废 这个基本上这种诽谤落空 刚才宣也提到 你缤纷26路 缤纷26路 你跟我說祖贤没到 你也好了 这个我跟各位一起下去 所谓缤纷26路就是26张搜索票 这位林先生没有到 没有到你就不应该发动侦查 他办案不是这样子 是你今天祖贤 譬如说邱莉莉 议长副议长 几个大咖的 你是调查官都已经锁定了说 这些人都在哪里 你在你家 你在你的服务处 他锁定好了才开始动 什么叫做你拿了搜索票 进去说人不在 人不在你就不要动 你要确定这几个 譬如说五个A咖都到了 这五个是关键人物 送钱的给钱的威胁的 开枪的这些都锁定了 五个都到了 我开始我撒下去 什么叫做有人不到 你去发动侦查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共犯在逃 没有什么共犯在逃 你共犯在逃 有构算之余 这是调查局 每次办案都这样子 就我刚刚举例说 怎么会共犯 就是我五个人 我故意有一个 不在的时候我去动 这样子我去跟把官生涯说 那个谁谁 黄伟翰在逃 所以这些人必须收押 那你为什么不等 我们这几个五个A咖都 锁定的时候再开始抓人 哪有这样办案 没有这样办案的 所以我回到这个郭在清 郭在清是谁 这个龙介兄就很清楚 郭在清是谁 这龙介兄 你看这个88枪 盧渣案 金发局长的案子 三线一新的丑闻 还有这是郑副議长 以2015年盧渣案爆发的时候 台南市长是谁 台南市长是清德兄 所以我给龙介兄的风度打100分 但是对检调这种办案 你慢慢看 我现在不要跟你画扒拉扒 你慢慢看 你看最后办出来什么东西 你真的骂我 你看会不会水落石出 没关系 不急 昨天才兵分26度 你今天就有答案不可能 你慢慢看 中文就一条山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最后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